回家鈴聲響起 原本因0403大地震 損毀的宜蘭至花蓮段鐵路 四號一早終於恢復通車 逝逢清明廉價首日 台北車站湧現返鄉人潮 而且我男朋友跟我說 好像停車 我就整個超難過 我上班上到一半還哭 我想說我想回家 我在掃墓這樣子 男朋友定很久 就是守這個 有定很久 我就一直在那邊耍 原本三號回家的路中段 民眾緊盯台鐵訂票系統 終於如願返鄉 台鐵表示 今年清明廉價 運量比起去年高出一成多 尤其四號七號達最高峰 預估單日運量最高 可達82萬多人次 總統蔡英文四號視察台鐵 期盼穩住廉價交通量能 同時也要保障 國人用路安全 我也要拜託大家 持續積極應變 密切注意輸運的狀況 隨時調整運能 提供民眾安心安全的服務 台鐵運量高出一成 也是因為蘇花公路受損嚴重 目前仍有下清水橋 坍塌無法通行 公路局將針對附近 舊有道路整備 維持蘇花公路通行 就在這個禮拜六的下午六點 就可以變成 便道可以通車 那這個部分這個 因為這個只能通小車 那如果是遊覽車或是大車 會到五月底 所以我們也請公務局 趕快把中橫的部分 趕快把它這個修復 臨時便道 預計四月六號下午六點 能讓小客車單線雙向通行 大客車則要等到五月底 至於路段修復 需要等到年底 才能恢復正常通車 而這段期間 也可透過四月十號 中橫修復完畢後 替代通行 不過要保障未來用路無餘 交通部長王國才表示 針對清水隧道 路口脆落路段 納入蘇花庵計畫 目前正在進行還評 預估在一百二十一年完工 原則新華阿斯波羅亮台北市採訪報導